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使用视图 什么叫做视图 我这有一个视图的概念 这是比较官方的说法 咱们一起来读一下 读不懂的朋友没关系 一会儿我有我的解释 咱们看 这是官方说法 视图 就是这个view 它是什么呢 它是从一个或多个表导出的对象 视图与表不同 视图是一个虚表 即视图所对应的数据不进行实际的存储 数据库中只存储视图的定义 但是在对视图的数据进行操作时 系统会根据视图的定义去操作与视图相关联的基本表 一般咱们在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定义 咱们读完之后跟没读是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 读完之后也不知道它是写的什么 那没关系 我有一个小马解释 看我的解释 我的解释就是说 大请看 视图它就是一个什么select语句 它把业务系统中常用的select语句简化成一个类似于表的对象 以便于咱们简单的读取和开发 就完了 如果您觉得我这个定义 您还不明白的话 没关系 咱们马上看一下知识点 今天咱们的知识点就是使用视图 对吧 如何建立视图 以及如何删除视图 看到我的例子 我保证您明白什么叫做视图 好 咱们看 咱们进入实战演习 首先说咱们上一期 上一期咱们做了一个什么事 表关联 然后咱们做了一个很多球员的发言 对不对 大家请看这一行 这一行是咱们上期最后的一个secret语句 它干什么呢 它取出userid等于1 就库里 取出库里的所有的推特发言 没问题吧 这是咱们经常 这是咱们在这个 比如咱们做了一个NBA的球员系统 这个是库里的发言的 所有的发言 咱们经常会用到这个secret语句 那咱们怎么办 咱们把这个常用的secret语句 大家请看下面 做成一个视图 就什么createview 什么cure twitters 什么库里的任何的推特发言 然后爱子什么 爱子后面呢 就跟上面完全一样的secret语句 换句话说 以前咱们要是取库里的发言怎么取 咱们要输入这么一大长串的select语句 才能够取到 对不对 那么经过咱们建一个视图之后呢 把咱们常用的secret语句 常的secret语句 变成很简短的一个 类似于表的视图对象 那么咱们建完这个视图对象之后 怎么用呢 像正常的select表一样 直接去select它就可以 大家请看 一般我要取库里的所有发言 我要输这么长的一段select文 对不对 现在呢 大家请看这个 因为我建了一个库里的视图 所以说呢 我用这么一行简单的类似于取表的secret语句 就能够把它取出来 这就是视图的作用 它把非常复杂的查询 变成一个简单的视图对象 然后呢 便于咱们在实际业务中的开发 就是视图的概念啊 这个地方是取视图的数据 然后呢 咱们如何删除视图 我这也有一个简单的实例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我的代码 看实际的效果啊 咱们先执行第一行 取出库里所有的推特 稍等啊 我先进入到我的数据库 像天书一样的官方的定义 咱谁能明白 没关系啊 好 咱们试试啊 这行是取出所有库里的推特的内容啊 有两条 今天有大圣 克莱打得真好 克莱汤姆森啊 水花兄弟 然后明天会有说大鱼来是谁吗 可能是阿湛 好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视图 不建视图的话 我要敲很长的sql文 所以我要建一个视图 用这个命令啊 create a view 然后跟上一个视图名 as 然后再跟上一个secret文就够啊 select文就够啊 咱们试试啊 够 没问题 建出一个视图 然后咱们用-dv看一下视图的描述 没问题吧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对象名叫做 query 下下线seters 它的类型呢 是view 它不是表啊 ok 接下来我再看一下这个库里 刺一刷 这个视图的单独的描述 哎 大家请看 这个是这个表单独的描述 没有问题吧 一个是player 一个是content 没有问题 一个是谁 一个是呢 发什么言 没问题吧 这是咱们视图的描述哦 接下来 我该怎么使用视图呢 像咱们使用真一般的表一样的使用啊 slide 星 from 后面跟这个视图名 咱们试一下 看看通过咱们的slide这个视图 能不能够取到所有的库里的发言 来 大家请看 没问题吧 我slide from这个视图 跟我刚才slide的那一大串 eskaren得到结果呢 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呢 咱们的代码就变成了这么简短 非常的方便嘛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业务开发过程中 堆非常非常复杂的查询 咱们做一个视图的话呢 会简化咱们的编码很多 好 既然有视图了 接下来干什么 删除视图啊 怎么删 咱再看一遍啊 我刚才有个dv应该是 咱们系统中现在有一个视图 我现在把库里这个视图删掉 够 删了吧 再看还有吗 没有了 对吧 然后咱们再select一下 那没有了嘛 肯定是select的报错嘛 对不对 这就是视图的使用方式 不是很难 如果没接受过这个概念 说什么视图 我都没听说过 其实您一读我这个解释 发现 它就是一个select的语句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呢 我还有一个实战定义啊 我给您简单的念一下 就是说咱们在自己的项目中 为了提高数据查询速度呢 咱们可以在表中增加索引index 这个咱们上期已经做过 同时对于经常需要查询的语句 可以提前建立视图view 以方便咱们的编码和管理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 希望您能够实际上敲下我的代码 理解完视图 然后在您做系统设计的时候呢 能够活用视图的概念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然后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估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今后呢 有可能在B站我再建一个账号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